哈喽 哈喽 你没有声音了 喂 你能详细说一下吗 就是我觉得这个 在我心目中的反贼 这一块属于是这个武汉 有句话叫做人上一百 行情赛赛 人上一千必有内奸 人上一万必有坏蛋 反正是属于坏蛋这种 他应该是要做这种 正儿八经的事 接受过国外的资助 有确凿证据的 这是第一 第二 他本身就是有着 推翻政府 推翻党的领导的 理想或者理念的 这种人才能称为反贼 如果说只是说一下 这个共产党的一些 一些不足之处 或者是政府哪一块 他认为做的不好 我觉得这个 倒没有必要是 扣上反贼的这个帽子 嗯 嗯 这是我的想法 然后呢 这个王居治安呢 我是 我是看你听 看你的频道 这个最近老是提议他 所以说我这个 看了一下 后来我把这个人 对上了 对上了 这个人是 之前我看这个 呃 他的一个 一个访谈 访问的是 这个波丁大王 曹德旺 访谈曹德旺的时候 访谈曹德旺的时候呢 这个说了一些 这个 这个 嗯 说了一些 这个 这个 嗯 比如就像是 挖坑吧 或者是 这个一些 一些 嗯 嗯 诱导的话 然后呢 就比如说是 这个 问曹德旺 你会不会 就是 嗯 就同住过逃离呀 然后比如说是 这个 如果说是在中国赚钱 和在美国赚钱 都是一样赚钱 为什么不到美国去啊 这个大致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我就感觉 他 这个 这种人呢 和这个 这个陈秋实 还有这个 这个财静吧 应该是叫财静吧 嗯 他们这一类人是 他们是 是同一类人 嗯 就是 就怎么说呢 这个 在我们中国的 这个大社会上面 就比如说我们 你刚才说的 我们频道里面 同人成太多了嘛 对不对 我觉得中国是 应该是有 这种 有一些这种人的 不能说 有 应该是有几个 这种人的 这个 可以 可以说 说一下 不同的意见 或者 呃 建议 呃 呃 不同的观点 嗯 嗯 嗯 这样来说的话 就不是 怎么说呢 就是对整个的 这个呃 这个国家是好的 为什么大家 最近 真的是对国家好吗 我觉得是对国家好 反应列 这个保护应列法 是恶法 你觉得这个 是对国家好吗 你不能 你不可能说是 他这边说的 所有都是对的 或者是所有都是错的 他有些是对的 因为我刚才 所以你不能说 他们存在是 对国家好啊 嗯 既然你无法 如果你无法证明 如果你无法证明 他的言论 都是对国家有意义的 那你怎么能够 在逻辑上证明 他对国家 是有法处的 他对国家无意的吗 对不对 那至少我能 从某一个角度 来证明 他在引导 国内走向混乱 不是吗 领导 是不是有些主观了 他 我并不主观 我可以举出实际的证明 他的言论 例如说 他公开的说 国内的民众 为什么不去反 不反抗 然后他举了一个 扬州时日和家定三图 还有德国纳粹集中营 的事情来影射 中国共产党的防疫政策 你觉得 这样是不是在引导民众 和政府对抗吗 我是看了 五四三二一 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 刚才的话 五四三二一 我们再次回到 民主之后的这个直播间 这个刚才我们聊到 这个话题就是中断了 因为这个网络不稳定 导致的 就是我说 他在引导国内观众 对抗防疫政策 然后用这个 所谓当年满清 这个对于这个 明王朝的这种 扬州时日和家定三图 还有这个 这个德国纳粹 来形容中国的防疫政策 你觉得这个是一种 已经不是反贼的行为了吗 这不是反贼的行为吗 真的他的建议对国家好吗 我觉得这一块 不妨让子弹飞一下 他现在我看了一下 他的这个视频 也这个视频也拍的不多 这个如果是 刚冒出来一个人 我们就 怎么说呢 这个听起言观其行 是吧 如果是 我们确定了 他的这个 倾向 他说的一些言论的倾向 更多的 比如说50%到60% 是有这种引导倾向的 我们再来 现在就类似于 他的这个 这个 这个量 量本并不多 嗯 我是非常认为的 反正 这个不妨 是让 再 再看他 所以一段时间 当然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是你没有回答我 我提出的这个疑问 嗯 你没有正面的回答我这个 你觉得 你觉得这种这种形容 在你看来是什么 在我看来属于他的不合时宜 不合时宜 是对国家有意 还是没有意 他是 他的那种思维模式 就是比如说我说财经 或者是成就实 他们这种思维逻辑是 这个从这个 类似于西方那一块的 这种思维逻辑 然后他的他 就是他自己本身的想法 他这边来来讲的话 他认为是是合理的 但是呢 他不能在中国讲 或者不能用汉语讲 我我我我没有 我没有觉得 我没有 我的问题不是说 我觉得他认为合不合理 你认为怎么样 我想我想听听你的认为 我说了吗 就就属于是不合时宜吗 不合时宜 对 也就是说 也许以后 时候不对 对对 也许以后 人们大家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观念 转变了 或者是观 观念 有 时候不对 也就是说 你在不对的时间 说了一个对的话 是这个意思吗 也许现在是 也许现在是不对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想知道你真实的想法 也就是说 你说的不合时宜 并没有 不置可否 我并没有听到 你内在的价值观取向 所谓不合时宜 我可以理解成为一个 在不对的时候 说了一个对的话吗 不对的时候 不对的地方 说了一个对的话 他就放了没 或者是到了其他地方 或者他所谓的 这个这个民主自由地方 也许说 说的是对的 OK 来 然后那个 五 四 三 二 一 刚才你说了 一个不对的时候 他 他说的这个话 在一个不对的时间 不对的地方 说了一个对的话 那么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地方 说了 如果说了的话 可能就没有问题 所以我可以进一步 理解你的意思的价值观取向 就是说 中国不是民主自由的地方 我说 你这边当然学了 我是所谓的民族自由 所谓的民主自由 所谓的民族自由 可以允许他说的话 我们中国是所谓的 什么呢 我想知道你的价值观取向 你大胆的说出来就行 这没有对于错 我想知道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我不是深红 也不是粉红 我是雪红 好吧 我没有让你表达你的政治立场 我只是想听你的价值观 你怎么认为 我不认为你说的话是对还是错 我只是想说 你要表达出你背后的价值观 让观众听到你的价值观 我跟你讲 我的理解 我是想要透过你的回应 来确定我说的是对还是不对 如果我理解有误 那么你可以说出你的真实想法 来修正我 我的真实想法 这样的 我是推崇集体主义的 对 你推崇集体主义的 对 我是集体主义 对 那你推崇集体主义 和他 和他认 和你刚才我提的这个问题是这样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 我刚才的问题是说 我听到说 我的官官 人生不在价值观事业观吗 还是什么官 对 我想问你就是说 你说他这句话 说在所谓民主自由的地方 可能就是对的 那么反正 是不是就是说 中国这个地方 不是所谓民主自由的地方 我想知道你 不是所谓 我们是民主和自由 我们是民主和自由的地方 中国绝对是 我们是中国和民主和自由的地方 西方是所谓民主和自由的地方 所谓民主自由的地方 能够接受他对的话 但是 中国这种民主自由的 真正民主自由的地方 却接受不了他说对的话 所以我的理解有问题吗 是你的理解有问题 那你能够纠正一下 我的理解是什么 我的意思 我的说法 我的说法是什么呢 他这边的 他说的这些话 是在西方那一块 是符合西方价值观的 在东方 不符合东方价值观 在西方那边属于是 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 东方是集体主义 这块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也就是说 也许以后 东西方文化肯定会融合 对不对 然后西方会 会从自由主义 逐渐逐渐地 往集体主义走 东方的集体主义 逐渐逐渐也会 彰显个人个性 对不对 也会往自由主义这边走 所以说它是一个运动的过程 不是说是固定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现在 他说的对的话 也许以后是对 但现在不合时宜 就是现在就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就说 你就刚才就把这个 对的话 就把这个 我的话给引导出了 所以搞得我的想法 也有得讲 我并没有想引导你 因为我的理解能力 也是有限的 所以沟通的效果 取决于对方的回应 当你说出了你的讲解的时候 我进行理解 同时我争求你 问你我说的理解的对不对 如果不对 你话 你纠正我 来说你的理解 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在 我在我在讲你 我想 我想理解你背后的价值观 所以你在讲的那个点上 当然在你解释之后 我依然没有特别理解 不过没关系 不过没关系 我们不需要再深究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已经 我已经说的非常明白 你阐述的也非常清楚了 那关于王菊治安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哈喽 没听到吗 听得到 我说关于王菊治安的这个事情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就是还是那个观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让子弹飞 一会儿 然后不要一开始就扣帽子 然后就是看他 等他的样本足够多了 我们再评判这个人 到底是怎么样 OK 就这局 OK 好的 感谢您的连线 发表您的观点 我们就到这里 这个 这个在 我是建议大家 就是说能够在表达你观点的时候 表达出你背后的价值观 如果表达到你的价值观之后 让大家能够了解说 哦 更能理解 哦 为什么我会这样分 为什么我会这样 让大家更能了解你的观点背后的意义 而我同时 我 我不太喜欢那种 哪种你知道吧 我不太 我不太喜欢上来就去介绍别人怎么说的 别人是怎么认识他的 这我不想听 因为我要是听的话 我直接去听那个人就好 我为什么要接你的连线呢 我接你的连线 我就是要听你的观点 不是吗 这个点是这样的哈 你好吗